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来 我们继续向大家来介绍 2015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比赛 是在江苏的长州来进行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的这一场 男子单打的比赛 交手的双方是中国选手田厚威 他是赛会的2号种子来对阵 来自于中华台北的林佑贤 田厚威也是1992年出生的一名选手 他是跟王正明是同岁 身高1米79 他在2013年曾经打进过 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的半决赛 而且在这个比赛当中 是暴冷击败了头号种子李宗伟 到目前为止 澳大利亚黄金大奖赛 还是他获得的 唯一的一个男子单打的冠军 所以对于他来说 澳大利亚这一战比赛 还是挺重要的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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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条维在第一轮战胜的对手呢也是来自于中国的周泽奇 比赛的比分是21比11、21比16 林佑贤呢他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是战胜了一位泰国的选手 米克·纳罗·格里特 这比赛是21比8 21比19 目前呢林佑贤的世界排名呢是89位 林佑贤基本上也是参加的这个比赛呢 都是说这个国际级的比赛比较的多国际大奖赛 但是他参加了印度公开赛啊 打进了这个32强 16强输给了6号种子丹麦的 维克多·埃里克森 大部分的比赛他还是在这个国际大奖赛这个级别 就是比黄金赛还要再低一点 从开局到现在天欧威的在铲上的节奏上还是控制的比较突出的 他还是用自身的一个战术 他的战术还是以反手反击为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一开局还是揭发球顶后掌或者挡网会多一些 不是说一开局还是发动的自己的进攻 对对手很明显 还是以进攻为主 所以他的力量和速度会比较突出一些 陈玉也在制造着天后威 注意对方的拼抽打 打完网之后快速的举拍 加油 天和威非常的注重对对手的调动 底线和前场的配合 就是四番球 节奏打得非常好 对方想突破他也比较困难 因为天和威的底盘相对还是 你看他所有在比赛当中 他的底盘会压得比较低 他更注重于反手 主动创造进攻的能力 还是他相对比较弱 从农历上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前后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12位 他曾经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达到过世界第9 在刚刚结束的新加坡公开赛里边 他是获得了这个打进了前八 在八强八进四的时候输给了中国香港的胡云 马来西亚公开赛 他也是在前八这个阶段输给了林丹 作为中国队的运动员 他就是有很多的可以参加世界最顶级比赛的机会 相对来讲 你世界排名够了 然后你就可以去参加 像今年田和威打的比赛 就全英 瑞士 还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公开赛 全部都去参加了 但是最好的成绩就是打进八强 这场比赛跟新城的比赛没太大差别 对 从实力上 但是你看这个林又贤的这个打法 还是比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全面一些 对 比苏格兰选手要全面的多 协调一些 但中国的选手他训练将对来讲比较系统 所以他一天练七个小时 对 所以你看强度也大 像田和威这场球反正到目前为止反正两个人也前没有交过手 他就是一个试探的一个彼此试探的一个阶段 那么他就拿出他的基本上是权力吧 九成的实力 比分就是这样 虽然林又贤从能力上来讲比刚才那名苏格兰选手要强一些 但是这个从比分上来讲 对 好像比王周明跟凯西的差距还要大 林又贤其实他的 可以说他的打法上更合理 非常的可惜 这个林又贤他多次的这种组织进攻 但是都不能够打死对手 然后还造成最终自己的失误 你看他这种挡网的质量很高 然后林又贤这个戳回放 这是每一个进攻运动员的一个通病 因为他在攻不死的情况下 就要要求往前的一个主动权 好球 机会非常合理的出现之后 这条位才会有这种杀招 前面 这个球的调高 球调的非常非常到位 虽然自己姿态也是已经用到极限了 林又贤的进攻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是有进攻 可是他没有弱点 他重 可是他不快 出戒了一点点 就像我们在训练当中会更加要求的是弱点 和进攻的这个杀球的快 而不是说在单打当中要重 条位之前呢 其实他这个看上去还应该相当接近的 对很接近 之前呢在这个正拍位置上面 直线已经拿了好几分了 差距差距非常大 16比16比5 好几分了 就像这局球是 不是林友贤得不了分 是田厚威没有像王正明这样子 给对方机会去得分 没错 他严谨性更强一些 因为田厚威这个对手不一样 稍微田厚威 如果有点顺的话 对方这种打法 他容易连续得分 对 前后场对角先掉动 没有像刚才这个戳球虽然过往高度很高 但是很贴往 这个羽毛球的比赛是属于在签表上面的单败淘汰 所以一天过去就有一半的人就离开 所以他昨天这个比赛呢 那四片场地是从早上九点开打 今天呢就可以下午一点半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比赛了 越到后面越少 后面就不用四块场地都开放了 一开就是运动员一开始很多 观众很少 后面是运动员很少了 关注很多 是 第一局的 要举点二十比七 起发直接挑后转高球出键 起发球的假动作 抽对角 反拍的抽对角 角度摆得太大了 这有点像一个训练比赛 林荣贤终于比分来到了双位数 又是在这个正手直线的方向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是21比10 田后威赢了 所以两个人基本上就放开手脚打 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分的实力上的差距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15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 男子单打今天进入到第三轮 现在是赛会下半区的一场较量 2号转着中国选手田后威对阵中华台北的林又贤 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来看 田后威的这种防守反击 拉掉结合突击的打法 还是开足了火力 体现了一个实力上的差距 21比10先胜 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田后威是92年出生 林又贤是91年出生 两个人属于同一时代的选手 三速到丸 1 4 林又贤的世界排名是89位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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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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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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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她是很好看的 就是你会为这个林佑贤的 比较可惜 其实从前面来看的 无论是技战术 还有她防守的质量上来说 还是不错的 这个多拍最后不拿分 其实整场比赛都是 目前这样一种基调 就有的时候场面上来看的 林佑贤还是 至少可以跟对方形成 旗鼓相当的一个军事 但是她最后得分的效果上来看 非常低 这场就比刚才 那个王正明那场比赛 还是有更多的观赏性 她们毕竟还是来回会 对看会多一些 平安威竞手的第一个对角得分 这全都是靠正拍 直线 靠直线的这个杀球 第二局其实可以说更没得打 就是后卫的整个速度 已经跟第一局有一个反差 第一局相对来说还是 就对手不熟 他相对控制更多一些 不敢轻易的去出动 第二局可以说 他已经就把整个全身的一种状态 已经调动的特别好 停锻垫 跳动 喔 2 7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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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也想很快的调动甜欧威的位置 就是对于产生的一个技术上面 我觉得熟练度还是相对会欠缺一些 那表现出来落点的精度不高 对 他也知道这个球可能是更 到位一点对对手的调动会更有效 但是这个总是到不了位 如果太追求极致的话 反而会造成失误 双方都在控制就是节奏 你可以看出就是田欧威他失误球都是超过对方 逼他超过了自己的一个节奏状态 他就会手上的控制会差一些 这次做完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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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5 5 6 6 6 女单的我们四名选手参加亚锦赛是李雪瑞 王世贤 王一涵和刘欣 加油 4-1-20秒 4-1-20秒 羽毛球场地并不是很大 但是几乎你看这些动作 灯跨步都是用到了身体的极限 所以对于田后威的后期发展来说 其实你可以看他打球 他相对还是比较拘谨 他放的不够开 他还是要培养一种 我觉得一种状态 对球的一个领悟的一种状态 不要超出他自己的本身 一 嗯 小收尾 放手 放手 投顶杀直线 也是要求太高了 我也挺多的放网 我骗到了 而且这个放网的质量非常高 我骗到了 好 嗯 都蹲了滚网了 还能有这样的效果 不错 漂亮的掉球 没有闲 虽然第一局的体能消耗这么大 但是还是 还是努力跟上对手的节奏 而是这几分的控制打得不错 羽毛球就是一个控制和反控制的游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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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会摆脱对手的调动 还是比较有方式的 他也是采用了这种 自己在对角线转体 挺辛苦的 但是让对方也是 同样的也是左右的 转身 来应对 来应对 OK 嘿 好 実践 好 好 40 了解 多大 10 8 10 在箱匙多排控制当中呢 慢慢的就出现了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平常训练的一个基础 前我还是更牢固一些 时期平衡了这反拍的挡网 现在明显这个 明显的突击次数要少很多了 虽然他也是攻击型的打法 但是随着体能的下降之后 他现在基本上也是很少贸然的这个突击 其实这也是因为他现在你可以看到 他得分的几率会多一些 也是因为他没有像第一局这样 就是有机会就在一直在进攻 他现在有改变 他有时结合一下调球 或者有时结合一下高球 把对方田鸥威拉开之后 他才有一派进攻 这样的组合还是更加的明智一点 得分上面能够有所体现 突然的一个这个搓往前球 非常的有隐蔽性 而且搓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中海台北这名选手的训练水平 要比刚才苏格兰的那个凯西要高多了 应该这么说 而且步伐和动作的协调性也挺好 对 做了底线防守之后 马上能回来回放一个往前 然后打入对方反拍勾对角的往上高度 你说的这种比赛气质突破自己 其实我觉得还是说在重大的赛事里面 他只有赢的场次多了 他才能够 才能有霸气才能出来 否则的话 单靠这种高水平高强度的训练 还是远远不够的 训练是用处就是为了比赛 两明天日用兵一时 他还是得在这个大的赛场上面 证明过自己才能够 真正的会慢慢的有那种王者之气 对而且还有很多运动员他很适合训练 可是他不适合比赛 他一到比赛就是大赛当中 就在训练比赛当中没有问题 一到比赛的时候 他的心态就出现问题了 我已经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滑拍掉直线 现在来到这场比赛的场点 其实虽然说这种对手 这种级别的对手的比赛 胜利也挺重要的 他算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积累的过程 但是真正的要是想获得比赛的胜利 就想像当年他在黄金大奖赛上 打败李宗伟那样 这种比赛多一点 他才能真正的起到心理上面的一个 真正的关键的提升作用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场比赛的比分 还是说比较的悬殊的 田厚威和中华台北的选手林佑贤的比赛 最终的是田厚威直落两局 还是轻松的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进攻者能力还是他下队比较弱 在面中 南丁 从农历上来讲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田奥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12位 他曾经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达到过世界第9 在刚刚结束的新加坡公开赛里边 他是获得了 这个打进了前八 在八强八进四的时候 输给了中国香港的胡云 马来西亚公开赛 他也是在前八这个阶段 输给了林丹 作为中国队的运动员 他就是有很多的 可以参加世界最顶级比赛的机会 相对来讲 你世界排名够了 然后你就可以去参加 像今年田奥威打的比赛 就全英啊 瑞士 还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公开赛 全部都去参加了 但是最好的成绩就是打进八强 平和威非常的注重对对手的调动啊 底线和前场配合 就是四番球 嗯 节奏打得非常好 对方想突破他也比较困难 因为田奥威的底盘相对还是 你看他所有在比赛当中 他的底盘会压得比较低 他更注重于反手 主动创造进攻的能力还是他相对比较弱 对方想突破他也比较弱 从农历上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前后威现在的世界最后得分的效果上来看非常低 这场就比刚才那个王正明那场比赛还是有更多的观赏性 他们毕竟还是来回会对抗会多一些 平安威镜首的第一个对角得分 这全都是靠正拍直线靠直线的这个杀球 第二局其实可以说更没得打 就是后卫的整个速度已经跟第一局有一个反差 第一局相对来说还是就对手不熟 他相对控制更多一些 不敢轻易的去出动 第二局可以说他已经就把整个全身的一种状态 已经调动的特别好 十分钟 二 七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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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十五 五 四十 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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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相持多拍控制当中 慢慢的就出现了 就是一个可以说 一个平常训练的一个基础 TLV还是更牢固一些 时期平衡了 是反拍的挡网 现在明显 尼佑贤的突击次数要少很多了 虽然他也是攻击型的 排名的是89位 尼佑贤基本上也是参加的比赛 都是说国际级的比赛比较的多 国际大奖赛 但是他参加了印度公开赛 打进了这个32强 16强 输给了6号种子丹麦的 维克多·埃里克森 大部分的比赛 他还是在这个国际 大奖赛这个级别 就是比黄金赛还要再低一点 从开局到现在 TLV的在铲上的节奏上还是控制的比较突出的 他还是用自身的一个战术 他的战术还是以反手反击为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一开局还是揭发球顶后掌或者挡网会多一些 不是说一开局还是发动了自己的进攻 对手很明显还是以进攻为主 所以他的力量和速度会比较突出一些 陈玉也在指导着天后威 注意对方的拼抽打 林佑贤其实他的 可以说他的打法上更合理 嗯 非常的可惜啊 这个林佑贤呢 他多次的这种组织进攻 但是都不能够打死对手 然后还造成最终自己的失误 你看他这种挡网的质量很高 然后林佑贤这个戳回放 这是每一个进攻运动员的一个 通病 因为他在攻不死的情况下 就要要求往前的一个主动权 drei 两 三 二 一 八 二 二 好球 机会非常合理的出现 观赏器 他们毕竟还是来回会对看会多一些 平安威竞首的第一个对角得分 这全都是靠正拍 直线 靠直线的这个杀球 第二局 可以说更没得打 就是后卫的整个速度 已经跟第一局有一个反差 第一局相对来说还是就对手不熟 他相对控制更多一些 不敢轻易的去出动 第二局可以说他已经 就把整个全身的一种状态 已经调动的特别好 很多人的手 十 Praise God 七 一 二 四 十 四 因为他在攻不死的情况下 就要要求往前的一个主动权 中文字幕提供 好球 机会非常合理的出现之后 这条位才会有这种杀招 前面 这个球的 调高球调得非常非常到位 虽然自己的姿态也是已经 用到极限了 林又贤的进攻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他是有进攻 可是他没有弱点 他重 可是他不快 从开局到现在 TLV的在铲上的节奏上 还是控制的比较突出的 他还是用自身的一个战术 他的战术还是以反手反击为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一开局还是揭发球顶后掌 或者挡网会多一些 不是说一开局 还是发动着自己的进攻 对手很明显 还是以进攻为主 所以他的力量和速度 会比较突出一些 陈玉也在指导着天后威 注意对方的拼凑打 打完网之后 快速的举拍 加油 对方威非常的注重对对手的调动 底线和前场配合 就是四番球 节奏打得非常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